其實在這個簽名動畫裡面 關於AE的教學 老實講還蠻多的 蠻多的 那我們這一次呢 會跟各位介紹三種 這三種呢 是用不同方式去做 不同方式做 那上面這一種呢 是手寫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用這個繪圖筆 或者是你手寫字比較漂亮的 其實用這個就很快 但是呢 常常我們要做的 常常不是自己的字 是別人的字 對不對 或者是你要畫圖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第二種或第三種 它兩個呢 尤其是第三種 會很接近我們之前用的向量工具的概念 跟以拉之類的可以做結合 前面這兩種都是在A裡面完成的 好 那我們進到我們的教材裡面來 第一個 你可以先把它打開 打開 打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 也是一個線上的教材 有沒有 你可以塗壓 對不對 那你可以寫字啊 這些都是 因為這些 我們都可以在 就是A裡面完成 你不見得是真的去塗它 好 那麼另外呢 我們看下面 像這個寫字的應該比較沒有問題 那 這個 有點像 以前 你可能有看過周杰倫 有沒有拍過一部影片 他的 好像是電影的片頭還是片尾容 這一段類似像這樣 有沒有 鏡頭這樣晃一下 不能說著秘密 如果你有興趣 有沒有這樣寫字寫出來 一樣是寫字 它只是透過鏡頭 再讓那個紙 變成立體了 你可以看不同角度 對不對 好 像這樣是不是也是把字寫出來 所以這都是其中一個 那下面這裡還有很多 那我們的範例這個檔案裡面 剛剛你有看過了 其實我這裡也有變成3D的 因為呢 還有蝴蝶對不對 還有筆跟著在動 這些都有把它轉成3D 那當然你如果不轉成3D 也可以做一部分的效果 所以 這裡有學習重點 你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呢 我們的專案檔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萬一這裡不能下載 你就是 進到這裡 點到它 你先打開 萬一不能下載的話 再到另外的瀏覽器 好 這裡不能下載 這邊可以下載 好 這裡下載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我們這個裡面呢 主要會用到一個濾鏡叫Done Done Done就是寫字 好 這個 等一下我們再跟大家介紹 好不好 你先把我們的專案檔 先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呢 請你解壓縮 按右鍵 解壓縮字死就可以了 點開 點開 就把這個專案檔 完成的 可以先打開來看一下 好 像我現在拉動一下時間軸 有沒有 我們只是幫它做的 就是3D上的轉化 好 因為在AE裡面 其實 你如果有看到這裡有開的話 這個代表它是3D圖層 就是AE等於內建的這種2.5D的圖層 當然現在AE也只有真正的3D方形叫進去 好 所以像這個是比較特殊一點 那你今天不做成這個其實也是可以用啊 這樣OK 好 那上面這支筆呢 它就是沿著一個路徑在走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上次有沒有學過 導引線動畫 所以我只是把那個導引線放在這裡來用而已 一樣可以用 當然這裡的 我是直接抓我們寫出來的字 好 所以麻煩各位呢 你先把我們的檔案 還有學習重點 先把它打開 我們來看看這個東西呢 該怎麼做會比較好